地图是月亮和公园双方是一个镜像的搬选 都是搬掉的技术打雕刻加镜 阵容也是这样的一套先知祭司体系配一个双旧 天赋估计都差不多 前锋带一个双坛 对吧 待会儿就是拉一波球撞旧的 上来找到了先知 这个位置找先知还不错的 北离的祭司可能要打一些辅助洞 让这边的先知有洞可走 这里会不会先把这个洞给打了 对反正顺路把这洞打了 然后在这边包夹这个先知 这个点位绕一圈 祭司不会再打一个洞回来给这边的 没有没有 祭司已经走了 祭司手上面没有洞 意味着他是交了两个洞 我们看看他第二个洞在哪里 第二个洞应该在附近 我们看一下先知这里往前走 有洞吗 有果然 那这样的话还是辅助洞 稍微帮忙拖了一会儿 然后呢 祭司走了以后两个洞交完对吧 也不错 先知这边顶鸟一刀打 这一刀打完以后需要雕像补一次伤害 然后再一刀带走 这局上来就抓到先知 其实这个节奏要比上一把的节奏要好一点 阿福那把的话 其实前期是丢了一波节奏 然后反手抓祭司才知道 哎不错 这边是金家的一个走位 被皮皮这边抓到 直接架住一个雕像带走了 那前锋这边怎么防 前锋这是拉了一个洞 一个大洞跟祭司接了一波大洞 然后但前锋有可能没带薄灭 而且前锋被通缉到了 这个第二次呢 如果说不是前锋来救 其他人来救 我觉得还不好救 佣斌来救的话 这里我们看一下 佣斌这个距离有点远 要救应该是卡死救了 这一局对于XR的球人来讲 局势不容乐观 甚至要比阿福那一把的雕刻 加的一个局势要更烈一点 要更烈一点 我觉得这里可以卖掉 这个先知不救了 然后打一个电击修量 跑一个的节奏点 因为这样的话呢 首先这三个人 拥兵前锋跟祭司 都不是那么的好抓 在这个张地图里面 然后其次呢 就是这样的话 可以少给一点存在感 皮皮没那么快到二级 因为他们已经队友 完成了一个四抓了嘛 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下 是可以选择就是叫什么 断断臂 就断断尾 那个叫什么来着 哎呀这个成语想不到了 突然感觉自己是个文盲 不好意思 我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到时候再去补一下 小学的语文 这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有没有人提醒一下的 看看这边前锋是个满球 然后有可能是一个双团 断尾球身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 就这意思嘛 反正压着嘛 然后再开始就 这局的一个目标 对于穷者来讲 他的目标就是什么呢 就是跑一个 跑一个 弃鞠宝帅 也可以 前锋拉了一波半球 想要开车 这里要躲一轮雕像 还没到二级啊 前锋他需要牵制的时间 还得再久一点 但这个位置的话 车可能开不了了 车开不了 需要绕一圈 再拉一波球 主要就是他一旦这边倒了 监管者就到二阶了 到了二阶以后 哎 完了 这里一刀 一波球没撞晕 一个小球 三台鸡 我们算一下 北离这一台差多少 傭兵这一台的话 应该是能够点亮 关键现在是到了二阶 然后PP这边 一个象形坟场 手上面有六个雕像 这六个雕像 一轮伤害 我觉得打过半血不过分吧 这里北离 北离还是一个奥利奥 奥利奥不过 这个奥利奥躲雕像够了 躲雕像够了 雕像砸了一下 焦了三个雕像 砸中一下 还可以 还可以 这边再补 好的 来看这波防守 傭兵的电机都没有修完过来救人的 这里一定要卡半救吗 没有卡过半 没有卡过半 这里已经过半了 过半的话 前锋只能拉一波球了 拉一波球还被推回来了 这一局难了 这一局难了 傭兵这个血线非常非常的残 这里需要祭司 把这台电机先修完 修完了以后 这边祭司电机修完以后 最后一台是前锋 在鬼屋里面的吧 我们看看电机的一个分布 好像不是 鬼屋的电机应该是被祭司补掉了 所以说这边傭兵就算他能把电机修开 其实电机差的还是很多的 这局估计也是一个四杀局 还是开局比较顺 因为这局的一个监管者的开局 要比阿福上一把的开局要更好 而且更顺 再加上一个第二式 穷者这边直接卖掉 皮皮第二波节奏续上了 还是伊查这边没有能够牵制的更久 他这边需要牵制到什么 牵制到就是他倒可以 他倒的时候 如果说剩两台电机 我觉得这里 求人者有机会能够把电机修量 那祭司 怎么说 怎么说 传送是已经要掉了 这里来找祭司 祭司 手上面目前是没有动的 向心分场一看 而没有的话 这边找祭司就可以了 对 交相一合体 好 找到了 方向大致确定 祭司现在没有动 没有动 偏似 偏似 这个局想要保一个感觉 除非皮皮掉线啊 这不掉线应该是一个都跑不了了 加一下 再拉动 佣兵交自摸起来 向心分场 交不交 雕像一推 好 还差一个二连的伤害 哎呦 皮皮 这边的这个雕像交的有点急 交的有点急 那这样的话 开车可能能走 跟不跟得上 跟上了 跟上就行 跟上佣兵这台电机能够修开 但是问题就是这电机你差两台 可能还得磨一磨 还有点说法 一刀 好的 那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这个局 4秒钟传送 电机的话 关键是鬼屋后这台差的比较多啊 想不到任何的一些可能性了 就剧本都写不出来了 身为一个对吧 专业编剧 我都想不到什么剧本能够跑一个的 除了掉线 除了掉线 基本上就没什么可想 又没两个互币 吃消耀要再一次上演 逆天操作 这边开了一波车 这个雕像是被要将的 傭兵给吸引过去了 皮皮这边好像传送过来 没找到这个祭司 一轮雕像躲掉 看电机啊 看电机 虽然这波节奏没抓回来 但是无所谓 这两个人都是已经交掉了自摸的 两个交掉自摸的人 你还能腻得了天 哪个大洞也没用 哪个大洞这边反手一个 向心分场来找你 穿动 走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两个人在穿动 但是傭兵这边要倒了呀 傭兵倒了 要给傭 要想把祭司摸 摸不起来 没机会了 这应该是没机会了 一摸吗 一摸 也没办法 确实只能一摸了 傭兵被摸起来 然后再把祭司摸一轮 对 再打 韧性还是很强的 韧性还是很强的 但终究是劣势太大呀 而且这个点位 两个人在开车 你站到底 傭兵这边 再摸 反正你过来了 有心跳了 两个人一起开车 再来 再走 跟上来 好有一个震慑 先留一个 先留一个 祭司过去我传送 再来找你 还是起点 终点到三站的位置上面 这个 叫什么来着 这个过程有点慢 过程有点慢 这局的基本上 这个列车 已经是给他们玩了好多次了 老板说 你就投了一个币 还来回开 对不对 再穿动 这真的是马拉松了 反穿 没成功 那插吃难非 可以了 可以了 确实没办法 这前期劣势太大了 这个就是后面的话 就是彰显出穷者的任性 皮皮这边就是耐心 任性vs耐心